我嘴扎你了 还是我牙割着你了 我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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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削的快分的快 这是另外的价格 来电不准营业 都这么红了还用搜吗 这句话应该是我说吧 就是大家所知的印象里面 就是男姐的那种温柔的 然后漂亮姐姐的那种印象 就那会儿嗓子不太行 声音挺有磁性的那会儿 那时候就是嗓子坏了 就影响整部戏的发挥 我那时候还骗她 我说其实我告诉你 姐姐的声音可不好 恢复到百分之一百 就是天籁 也有无敌 她自己不喜欢录抖音吗什么 就是哇 这个男孩怎么长得这么帅啊 你是抖音小王子吗 没有没有 就这样牵着你的手 陪你到宇宙 靠在我肩膀 baby根本不用想以后 我看去年其他采访的时候 你们都还说想拍一个训练吗 没有是人家问我 我说没有找我的 但自从那个采访之后 就好多点砸了过来 我说这是一个许愿池吗 你们这个访问 哪个地方 我也去试试 你要拍什么戏来采访 别谈恋爱了 军女题材或者运动题材 天花板 别这样讲 万一有另外一个更高的天花板 要准备正要砸向你的手 那如果有一个最高的天花板的话 那就得先把这层天花板给捅破了 我觉得他是不是可当时 自己想拍姐姐面的那种就区别了 我可能以前没有演过这种甜剧吧 有点找不到方向 然后我觉得弟弟还算是有一些经验吧 主要我是就是对 就之前有一些拍过一些戏 有那么点小经验 但姐姐的生活阅历比我丰富 什么鬼 对 王特地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 比如说以后你求婚或者被求婚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较 被求婚吧 那女孩来给我求婚 我求婚 我求吧 我求吧 网上女性朋友们对不住 还是我求 就不能太俗了 我觉得现在这求婚大家已经 就已经有一种就是模式化了 就是突然出现啊 捧树花啊 准备好转件啊 放在蛋糕里啊 冰淇淋里啊 对 鼻尿很独特 就是这个方法一定是你们两个人独一无二的 用一种食物来使用和对方拍稳气的感觉 剪刀 舌头 榴莲 带刺啊 我嘴 扎你了啊 不是 还是我牙个着你了 不是 扎我嘴吧 那你说 你说什么 我觉得是草莓 每次拍完一条 然后就姐姐的一嘴的口红就到我嘴上了 哎呀 所以好嘞 每次补妆的时候我就拿个微妆 来看这个红色的 特别过分 没完一条 她一直在擦 我说王鹤弟 你是有多嫌弃我 我过时候一直在擦 她不是姐姐 我在擦口红 哎呦 那吵起了 撒出来 其实没有签在合约里 还是另外的价格 我不得欺击 那我们下面一个集合签 分别会问两位问 然后回答你个问题就特别 那是我是想让她倒还擦 她想让我倒 我们只可以招不住 然后她就轻轻写 好的 嗯 轻轻写 轻轻写 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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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不昏半圈的 兄弟 没求住 我自己是他愿意说的 我这不昏半圈的 兄弟 绿色 攻击你都会想答 这记忆力 超强大脑 我自己的裤子 我给你看那条裤子的原理 不是黑的就是牛仔裤 就是蓝色 我自己的裤子 我给你看那条裤子的原理 就是蓝色 就是蓝色 我梦一下 蓝姐的出道日 什么 不是吧 哦对不起 我错了 你刚才不听我说 你在这胡打 你说吧 对不起我错了 你给我说 哦对啊 我买鱼 你买鱼是我出道日 是吗 下个环年的是个抢答题 两个人抢答 然后拿着第一分 然后如果分数少的 那就能要一个惩罚 答错对方加一分 对我们当初是加总 你怎么给人家电影游戏规则呢 Round 2 王河底的火锅炸料 一共有多少种调料 六种 六种 加上他的素性和洗脑 这个游戏不是拍了这个就赢了 啊得答对题 你怎么王河底下 你不能奇小一点 就不能让着我一点 算了不用让 要公平竞争 让我的赢不算真的赢 IbG是什么意思 IbG Ib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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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的思维局限了 我们没有打开脑洞 我没想到它是英语理识 OK 下面一个问题是秀分是什么意思 秀的快分的快 怎么那个分是芬芳的分 秀分是一种资群体 就是选秀的 看剧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弹幕说 把我杀了给他两处信 诶 你说吧 这是太好磕了 就我宁愿意我死了给他们助信 对对对对 有一个名信有这个名言 然后叫好多人啊 出身哪个名信就好 你怎么发现呢 助信 铅蛋给荷包蛋唱的歌叫什么名字 我们不一样 陈道明老师是中国首席 并进麻将迷人赛的冠军 对是对还是不对的 啊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懵得 就直接奔着陈道明老师去的这个title 就一定有这个事 你是个玩人 最烦是双XX的人群体 我以为你新的名言 什么名言 辣一辣点 是吗 你真有小 要发微博了呢 咱换个话题行吗 小若曦是洗澡第一次见面的 嗯 你干嘛好久 我从这个问题了 第一次见面在哪个地方 当然不是 小若曦洗澡见面的时候 什么是跟着包丝名的 交给你了 咖啡色 恭喜你 好特地 回答错误 你看你自己轻手把我送你了 我好不好 我其实就是故意想让你 就高情商的人说话就不一样 跟高情商的人玩游戏就不一样 一定是一个特别有创作意的演员 然后他就时不时的现场 确实会有很多惊喜给我们 是吧 是不是 嗯